這部影片主要是要介紹S053 3D矽膠印表機的操作步驟 S053主要是透過 X Y 和Z軸的 三個軸進行移動及物件的堆疊 材料的部分則是透過上方 料夾進行推送 料夾由上而下分別為I軸及E軸 接下來將以操作手勢上的步驟來逐一說明 再要進行軟體安裝的步驟 先開啟隨身碟中S053的資料夾 選擇Arduino 1.8.5軟體來進行安裝 若電腦已經安裝Arduino 1.8.5或以上的版本 則可不用安裝 安裝完Arduino 軟體後 選擇 Familfactor 資料夾中的 Setup 應用程式進行安裝 若Setup 應用程式無法安裝 則選擇 Familfactor 應用程式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後 將USB連接線連接印表機與電腦 打開Familfactor 軟體 選擇通訊負 並點選Connect 按鈕 連接完成後 開啟並複製 SA053資料夾中的序號 並點擊 Viral Date 成功後 系統會顯示 Welcome to Familfactor 資料 進行啟動機器與連線步驟 確認插座電壓為110或220伏特 並將電源線接上印表機 但先不開啟電源開關 選擇軟體右上方 印表機設定 進入後選擇印表機類型 本機型為 S053因此選擇 S053選項 在連線設定中的通訊負會自動帶入前一步驟的選項 若無自動帶入則手動選擇 檢查 檢查擠出頭及印表機形式中的數值是否正確 擠出頭的噴嘴直徑為0.4mm 印表機可列印的 深度 前寬度及高度分別為200、150及100 確認完成 按下確定鍵即可 接著點擊左上方 連接按鈕 成功連接後 按鈕顏色會有紅轉綠 如果無法順利連接 如果無法順利連接 則先檢查印表機設定中的通訊負是否有連接 負還是無法連接 則將軟體關閉後 重新開啟即可 連接完成後即可開啟 電源開關 另外 需注意 右上方的緊急停止鈕 若有突發狀況發生 請立即按下解析停止鍵 停止印表機所有動作 每當按下緊急停止鍵 都需要確認 X、Y、Z軸是否 歸零 第一次開始 運行印表機前 會先進行馬達與感測器的檢測 在印表機中分別會檢查 X、Y、Z軸的三個感測器 X軸感測器 就會在 噴頭的最左方 按壓時會亮綠燈 Y軸感測器在 左方馬達的內側 按壓時一樣會亮綠燈 Z軸感測器 則是位於列印平台右前方 輕壓感測器時會亮紅燈 接著在軟體手動控制頁面中 找到Gcode輸入欄 並在欄位中輸入M119 其中英文部分能以大小寫方式輸入 其中英文部分能以大小寫方式輸入 在傳送指令前 先按壓機器中 X軸的感應器 在按壓的同時 點擊傳送指令 可以在下方指令 歷史記錄欄位中 看到感應器 檢測的結果 而欄位中的 X-min Y-min Z-min 分別對應 XY Z軸的感應器 此時可以參考 操作指南中的說明 當感應器 亮燈時 輸入N119指令 欄位中的X-min會顯示Trigger 表示有接觸 反之則顯示Open 表示未接觸 舉例來說 當在檢測 感測器時 若按壓時 顯示Trigger 未按壓時顯示Open 則代表感測器是正常的 接著使用相同的方式 按壓感測器的同時 在Gcode欄位 輸入N119指令 來檢查各軸的狀況 感測器檢測完畢後 會開始進行 馬達的檢疫測試 在軟體手動控制頁面中 可以看到 XY Z軸 圖像化的 操作介面 藉由 介面操作來進行 XY Z軸的 移動 XY軸的操作 可以控制 噴頭 進行 左右 前後的移動 Z軸 可以控制 平台的 上下移動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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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m 接著點擊 X 軸歸零 使噴頭回到零點位置 重複此方式進行剩下的 Y 軸和 Z 軸 來檢查是否正常 以上針對馬達與感測器檢測之步驟 在首次運行時操作即可 接著進行硬體安裝與噴頭校正的步驟 先將 ABG 料管分別順時針旋頸至料夾座內 在旋頸的過程中 料管以水平的方式置入料夾座內 完成後再次確認料管是否選頸 材料被擠出塑膠管後 此時靜置15分鐘以上 使管內壓力完全釋放 接著擦拭管端多餘細膠 接著擦拭管端多餘細膠 管口擦拭完成後 並將其置入管入總層中 接著先將X軸與Y軸進行歸零 之後增加Z軸平台與稱頭的距離10mm 完成後再進行Z軸歸零 檢查開關閥是否開啟 以及材料選項中EI軸是否有同時勾選 確認後便可開始擠出材料 擠出時再擠出材料選項點選加100按鈕 13次後代料夾座內馬達停止後靜置5至10秒 觀察材料是否從噴頭流出 若材料還沒有噴頭流出則在點選材料選項中加100按鈕一次並觀察 把材料自否輸出 重複此動作直到噴頭流出材料 此步驟將進行切片軟體操作及模型列印 在物件放置頁面中點選匯入項目將檔案匯入 檔案匯入後並可在此頁面進行檔案的移動、複製、縮放、旋轉等功能 在檔案匯入後點選軟體中切片軟體頁面中的設定切片 並點擊匯入按鈕 將隨身碟中檔案名稱為S053的預設參數匯入 另外關於參數說明部分可參考列印及參數設定文件 接著在切片軟體頁面中列印設定選擇 S053 速度設定為15 填充比率為30 另外在矽膠設定中流量選擇SAL5070 料夾選擇雙印LSR 完成後便可點選執行切片按鈕 切片完成後可在列印預覽頁面中 看到列印層檢視、列印時間、材料用量等資訊 另外說明在速度、填充比率及流量 是較常影響列印的參數 若列印時模型出現問題 建議先從此三項參數進行修改 修改時以改變一項參數為主 將列印模式放入列印平台內 並將四邊以膠帶黏貼固定 在固定後呢 在軟體的手動控制頁面中 擠出材料選項 點選加50按鈕 進行預擠材料的動作 確認噴頭有矽膠流出 就可點選列印預覽頁面中的開始列印按鈕進行列印 既然攝影響 現在開始 進行 animales懸念燈面操作介紹 LCD面板介面最主要的功能包含了 XYZ軸以及料夾EI軸的移動以及歸零 還有開關法的開啟和關閉 接著還有我們的SD卡的一個列印的部分 那現在將會各位示範 XYZ軸的移動 那首先呢我們先點擊 進入Motion中 接著呢 我們再進入Move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可以移動 X Y Z 以及EI軸 那如果要移動X軸 我們就點擊X軸 進入之後呢 可以選擇 所需移動的距離 如果需要點擊 移動10mm 點擊一下進入 那運用 我們的 開關鍵 去做 移動的部分 如果不需要移動了 再點擊一下即可回到上一頁 我們直接回到最上面的Motion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做歸零的動作 歸零的在Homing中 一樣有 X Y Z 歸零 以及 EI軸的歸零 那一樣如果是 需要跳到上一頁我們直接回到最上面的Motion 那再點擊一下 就會回去了 那 這邊的功能如果都了解之後 想要再回到上一頁 我們就直接按 最上面的這一個 選項 那接著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 開關法的開啟移關閉 這主要是在控制 噴頭 它如果持續滴出的時候 那你可以進行 開關法的關閉 讓料 暫停滴落 那如果需要讓它繼續滴落的時候 直接按起 開關閉 開啟 那這邊的話就是 第一個 Open就是 開啟它會開關閉 Close就是 關閉全部開關閉 一樣如果 不需要的話就是 點擊最上方 主頁面的這個選項 那接著呢 我們要 執行 記憶卡的一個列印部分 那我們直接把記憶卡插入 左方這個地方 那下去後呢 系統會 自動讀 SD卡 所以它的 選項中會有一個 Print from media 那點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所需的檔案都在裡頭 那直接點擊你所要的 檔案就可以開始列印 那以下就是我們 LCD面板的一個 操作的教學 按CC 計畫 按 desde 上 付 下